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好像车没电了 所以现在电池没电了 门锁是后装的 跟车的钥匙是不匹配的 所以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打开这辆车 因为其实最主要是能打开后的引擎盖的话就可以 换回电池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确实到 可能就要想办法怎么把车门打开来 哈喽 在弄车 车没电了 没事 拜拜 如果能敲动这个锁的话 理论上就能把门打开 但这个 哇 终于打开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发动机盖打开 然后把电池掺下来一会儿去买块电池 3,4,3,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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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4 是 哇 蒂莅 75 OK 我们准备试下车 把这个胶条给弄回去 还有这块试板 试一下车 刚才试车的时候发现 打方向的时候有点松动 是就把车开回了车库 驾上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发现这个boat有点松 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静一下 能看到这辆车的大角度套件 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换了电池 检查了一下车底 现在终于出来加油了 这个车是185的以纯汽油 之前有一些朋友问我这个汗死的地 汗死的后差速器 在平时开车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 多数如果这种路的话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只有在低速转弯的时候 低速转弯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有些 像大家一样的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去转 差速器汗死的话就没有差速的功能 两个后轮是永远都是同样的转速 当然这样的设置是跟鲤鱼去飘移的 只是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就 低速转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30道 现在我们就准备就去拉之后 所以和大家分享活动当天的好玩 还会有A186 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